大家看到墨西哥的加勒比海岸7号遭到极度危害的戴尔塔飓风侵袭 当局动员数以千计的军人来协助救灾 并扩大疏散居民以及沿岸高级海滩度假村的观光客 最新消息是飓风在尤加半岛登陆的时候已经减弱成二级的风暴 它不排除仍然有可能会持续增强 也预计在明天的下午或是晚上将会在路易斯安那附近登陆 超强飓风戴尔塔镇步步朝着墨西哥加勒比海岸前进 度假村内工作人员不断来回搬运器具爬上梯子修剪树木 市区街道上店家拿着塑胶布围起玻璃橱窗 就怕超强飓风侵袭造成严重损失 墨西哥住民度假胜地坎昆 游客居民拎着行李大包小包听从当局指示 被疏散到坎昆会议中心避难所 面对飓风威胁来势汹汹 但游客似乎没有那么担心 戴尔塔飓风日前在加勒比海上迅速增强 美国气象局预估戴尔塔风速 每小时可达两百零九公里到两百五十一公里 也将在七号上午触及墨西哥有加丹半岛 当局紧急派驻国军人员加强仿災戒备 并协助疏散当地居民和外来观光客 国家飓风中心就大胆预料戴尔塔登陆时 将会挟带强劲的风势和豪雨 沿海地区更有可能出现六七米高的大浪 甚至是出现爆炒和重大山洪爆发的风险 市区超市和交友站满满排队人潮 居民把握好天气储备粮食 准备对抗这个极度危险的超强飓风 记者廖伟宏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